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产业总视听 我是来建成 今天3月31号还蛮特别的 第一个3月的最后一天 第二个第一季的最后一天就是季底 当然今天尾盘应该就蛮热闹 是往上作战还是往下杀 另外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建成这三个月以来也谢谢大家陪伴着建成 建成也陪伴着你来做一个盘前的整理 今天来看的话我跟大家报告过了 今天这个建成在早上可能就是最后一次 未来我早上可能用别的模式跟大家报告 盘后请你扫一下YT 我们盘后的解析每天都会有 不管是文字的 不管是影音的 不管是专题式或产业的介绍 一堆都有 我会有更多的时间跟大家来做分享很重要的资讯 所以这边早上电视看不到我 当然你YTQR Code 红色这个蓝色这个绿色这个全部都要少 不然你怎么样去掌握到最新的总经资讯 而且未来航行是多跟空 建成都会在前面先讲 我讲了以后后面都会发生的 产业呢 我说这个产业开始要从谷底翻扬 你就要留意啊 差不多了你可能就要小心了 我想很多东西我们都提前预告 你也看到这三个月来 健身也不断的跟大家报告 哪些要留意哪些不要留意 这个就是一个判断 这个盘前的判断我们收集了很多资讯 我们一找我们的团队五点多就起床了 开始整理资料哪些东西告诉建成 哪些呢有这个机会 我想昨天美国股市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还是呈现一个上涨的格局有没有 但是涨幅没有来的那么大 不过呢有一个特别的现象 我们看一下这边 先给大家看外资 我们所有的国际股市 还有我们的资料 外资昨天买了1051 连续两天都买 照理说长假要到了 为什么外资还买那么多 再看看美国股市尤其是费半 昨天来到3200 3200点以上了 那其他的欧洲股市呢 基本上也是涨的 你可以看到整体的表现还算不错 那今天晚上当然美国的PC 物价值要公布啦会不会光旺 我们看一下昨天美股的半导体 科技股还是强的 所以今天台湾的电子股呢 依旧还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不过呢我们也看到一些原物料族群 还有软体的原物料族群 看一下原物料族群 这些族群呢基本上 他们也在涨喔 今天的航运股会不会止跌啊 马斯基涨了2.5个8个百分点 那很多的原物料传产的部分 基本上也都在涨 软板的股票也在涨 所以我点了那么多 今天就有很多轮动 今天是3月31号一定有很多做账 你要冲啊一定找盘要赶快 选定标的物做一个冬冲 你要布局啊 节前节后的方向完全不一样 所以呢回到镜面来看 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整个台北股市从1月份涨到现在 很多的主流 我们当时就先跟大家报告过 在这个节目上我跟大家提醒 当然呢这些族群呢 有些真的涨很多了 它涨了那么多 我请问大家 过完清明年假之后呢 它会继续涨吗 我想请问你 你手上这些股票还会继续涨吗 你不要说我买的一定会涨 你是神吗 不可能嘛 所以呢你要很客观的去看待一些事情 节前呢一定要换股 要买对股票 节后呢才有机会庆丰收 所以呢建成从这个礼拜 上个礼拜不断跟他讲 我们逢高调整很多股票 开始做一些转换 我们要的是第二季的焦点股 第二季的主流股 四月份的标股 这才是我们要的 所以呢节前呢一定要转换 要买对股票 节后才有机会庆丰收 我认为呢今天还蛮重要的 这个你换股的一个好时机 一定有机会很多股票乱拉嘛 拉上去呢你该做动作 好了回到大盘 再跟大家讲一下 我说过了不用害怕 你也不要担心五天的廉价 你把这些工作交给我 这五天廉价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吧 过年期间 还有长假期间 一旦国际上有什么 发生什么事情 建成会第一时间在脸书 甚至呢我会用语音的模式 在我们的粉丝团 或者是呢 建成会在自己的店里面 这个直播录一段 跟大家报告 最新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你怎么 哪有人可以跟我一样 每天都跟大家报告 大家还记得过年吧 那我每天都跟大家讲啊 只要国际股市有拍盘 我就跟大家报告 这就是建成 因为呢我想跟各位在一起 我想跟各位 这个对未来的一个趋势呢 要一起来做掌握 就算这五天 是一个所谓的算长假 但是没有关系 你交给建成 国际上的变化我很清楚 你也看到了 这些讯号 目前都让台股偏多啊 台股的上升区之前 等你跌破再说嘛 没有跌破 我当然是拼命找股票 我们要赚钱啊 你只能问 这个好不好 很多人犯一个错误 我请问大家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投资朋友 或者是网路上直播 看到现在我 我请问你是不是 你手上的股票 一旦套牢的 有的套很久了 还有机会 每天在催眠自己 还会长 它很好啊 我跟你说 好 水果很好的一个水果 放久了会烂掉的 一样嘛 一个好公司 它产业又不对 你放久了会烂掉的 有时候你要懂得 去做一些调节啊 要做一些换股 不是一直抱着在等待 有时候股票啊 它就像变了性的女朋友 回不来了 我跟你说真的 我在这行业25年了 如果加学生实在 三十几年了 我看过太多了 不会回来就是不会回来 你不要想那么多 你有问题你来问我 我跟大家讲说 这么大的图像 那么可爱 对不对 你少这个啦 少这个三个一起加入 这个QR Code三个都有 不管是LINE YT跟FB的 你少一下全部都有 你才能掌握到未来的资讯嘛 当然我说过了 类股要风云变色 如何趋吉避凶很重要 礼拜一跟大家讲 礼拜二这些就是大跌 对不对 昨天插车了啦 刹车会弹起来 你要干什么 要懂得调节 这些军工股啊 这些军工股啊 这几天摔又乌晕了 或者这些细制裁的股票 本益比那么高 跌翻了 虽然昨天止跌了 重要吗 我跟大家讲 过了清明节之后 多空就摊牌了 乾坤要大挪移 我已经跟大家讲 展厅节鞋的讲 一定会发生 一定会发生 不然呢 你看下去嘛 虽然呢 四月份 你早上看不到剑城 那你早上 你加入我的粉丝界 你早上可以听到 剑城的声音吧 那盘后有YT的视频 你也可以看得到 没有人敢在这边 跟大家报告 只有万宝敢这样 对不对 盘前跟你讲一些东西 改天我们同事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但是呢 剑城的产业理念 未来的趋势 未来的方向 通通都在YT里 跟你分享很多AI股票 NVIDIA不是大涨吗 这一波里面 美国科技有加点 AI 大家都在讲AI 确实全球市场 这几年规模会不断的过大 包括了AI的晶片 当然台积电就有机会 包括了深层式AI 我说四大AI有很多领域 深层式AI 包括了影像传输各方面 你知道吗 假设我是一个写稿的人 当然这个有点粗糙 我写一篇分析稿 我就丢上去 图片上去 他可能就帮我剪接一个影片 未来会不会 会 深层式AI 包括影像 语言 图片 很多的传输 包括了里面的 这个规划 包括了语音的对谈 这个都会慢慢发生 所以马斯克就很紧张 万一机器人来打 消灭人类怎么办 是不是电影都演过 当然没那么快 人类怎么去控制它 这才是重点 所以这几年 深层式AI 投资不断的增加 国内相关的AI股 当然就有机会跟进 所以今年一开始 台积电回到500块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AI股里面的创意 什么时候 1月13号 1月13号还蛮特别的 先总总蒋经国先生的 四次纪念日 1月13号 明年1月13号总统大选 你知道 很多东西啊 数字都有 这个意义存在 创意呢 也有意义存在 1月13号 682块钱 如果你是建成的粉丝 或者是建成的会员 你就知道了 应该是要买这里 卖这里嘛 看也知道嘛 你买在这里 买在这里 还有机会通告 砰下来了 昨天涨又怎么样 如果你是偶尔会员朋友 你的利基点就不一样 就算你没有卖 你是在这里的 你还是赚钱嘛 你买在这里也都很可怜耶 都在套嘛 然后我说 这些细字材本益比很高 软体要涨 有吧 我说一系列 我是有逻辑 顺序下来的 我是很清楚的告诉你的 这些软体股 后来不是都标翻了吗 一档一档标啊 三月份整个都看他们在表演 建成跟你讲的 建成跟你讲的 然后呢 我也跟大家讲 这个 企业云 亿云股 讲完以后 拉涨停 2月24号 3月1号 因为中间放假嘛 继续飙涨 涨上来以后 建成也说 啊这本益比很高 我们不要买 我还公开在这里讲 不要追高了 本益比高了嘛 我们留意 运营股第二 那时候外资 投信都在买 我说要留意啊 买了以后 104块钱以下买 买了以后就涨停了 买了以后 这其实就很简单嘛 你只要产业抓到了 个股里面很容易嘛 但是重点是 你舍不得 舍不得 舍不得 不要那么一一不舍嘛 不要因为今天 这个节目 早上我在那边跟大家报告 最后一天你就一一不舍 要看到我的机会太多了嘛 哪里都可以看得到 你走在路上也可以看到 不然你来店里找我啊 对不对 那来公司找我 哪里看到 包括YT都看得到 前线百分百 股市现场你都看得到我 对啦 清明年假里面 建成在这个商业台里面 股市现场 我有跟大家报告很重要 清明节后该怎么看 建成很多东西都想跟大家分享 你看一云股第二微软 我们买了就涨停了 那后来继续转啊 到3月24号创128块新高 我就124全部都卖掉啊 104到124一张就2万 10张就20万 100张就200万 所以呢我们做股票是这样 知道产业哪些不行 我就换 我不要守住太住 你是不是你现在的面板股 昨天涨起来低论股 我说一日行情啊 今天又要在写 或许再上去 面板低论 很多的IC设计 或者是呢 你的船啊 你想当船长啊 你是不是手上还有 舍不得卖 我早就跟你说 该卖就要卖 很早以前 为什么 我说过啦 我好多朋友是长龙船长 杨棉船长万海里面的 宗教的干部还有郑德 我室为航我也知道消息啊 所以呢 为什么知道这些 因为 建成的朋友很多 产业资讯 我问他们 或许他们就是 他们公众忙不忙 我只这样问啊 我就知道 业绩好不好了嘛 我干嘛去挖什么内幕啊 不用 其他的交给我自己来判断 所以呢 我们做很多事情是积极啊 主动积极 就像这个硬体啊 AI长到硬体 音乐达微影 广达基像电 伪创 我做基像电把它盖着嘛 打出了三通底 基像电伺服器 占61% 网通占19% 91块半码 后来涨到98% 99嘛 就涨上去了嘛 这不是很轻松吗 我们就这样操作的 我说 AI的GPU 功耗很大 要散热 这个超过500Wat 非常普遍 以后可能更多 散热族讯 我也跟大家分享嘛 那么多档 我说从毛利率 从EPS 从价位 从本益比 要去比较 我抓到一档 还要再涨 40%到50%的AI股 刚突破嘛 3月29号涨3.3% 昨天一早涨4% 好啦 还没有涨完 这个清明节过后 我不知道会怎么涨 我不知道 我不能控制啊 但是我知道 本益比真的是最低的 你扫一下Lite 问一下 我们的这么多的资料 从散热啦 从Chart GPT相关的概念 软的 硬的 你去要一下 留着 做个功课吧 Lite 少一下 我们YT也要少 因为之后 4月份开始 建成都在YT上面 跟大家报告 很多新的变化 待会广告过后回来呢 继续跟大家讲 4月份有台北国际 车用电子展 怎么样看待车用电子 拉开 帅 帅 4 3 3 7 3 4 3 4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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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想今天台北股市记底吧 也是三月最后一天 三月收月线 能不能拼连三红 机会当然很大 当然美国股市也在涨 不过呢 重点是你累股要 买股要要买对 今天呢 你也看到了 三星在减产记忆体 当然按赞 减产是一件好事 还有一个重点 底下还是我的重点 英特尔要推新品 伺服器利多 前面有刚才不是讲AI吗 AI概念 当然就是一个重点 还有呢 第一季车市销量 报喜 全年乐观 你看 我说汽车最坏的情况过去了 车店当然是重点嘛 我还是再次强调 累股准备风云变色 如何去急避凶 就是要把一些提债新的股票 要懂得卖掉 过去我跟你讲儲能讲了很久 我们买40块半40块7的盛达 我们买中兴店来来回回 做了很多趟 一直你可以看到 一系列的操作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一路买 从去年8月 买 卖 买 卖 来回差价 核心之股来回操作 有波段的 有短线的 一直到了3月9号 我99块钱以上 全部都卖掉中兴店 我何必呢 就在这边卖掉中兴店 就下来了 就下来了 我都卖光光的啊 就下来了 除能建成最早讲 不要说除能啦 很多产业建成最早跟大家报告 看好 好多人就跟我们共襄盛举 其实我后面跟着很多研究员 跟着很多基金经理人 为什么 我看到什么时候 就突然大家都看好了 那我的节目都被锁定啊 我只要讲什么好的产业 大家都哇 这个可能有机会就跟上了 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真的建成很乐意 很乐意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但是呢 我们的讯息一定是最早的 因为我不会守出态度 我会积极出击 主动出击 这样才能改变自己的财富 让自己的财富能够自由 策略一定要灵活 就像四季刚 我们92块4买 104块钱卖 你看最近长什么样子啊 你买在这里了 这里 差那么多 你为什么不在低档买 这里卖 这个落差很大耶 104块钱以上卖掉 所以建成就跟大家报告 过去是一个借记 未来是一个机会 只要你懂得去改变 你的逻辑思考思维 能够去改变 我想未来的机会就很大 军工股 这些高本益比的股票 你觉得这个清明结果 还会有很大的机会吗 3月29号 你看看这些股票 你看看这些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的下滑 我都叫你提早避开了 纵使昨天刹车 今天可能继续反弹 你该做什么动作 我不要讲 你自己决定 你自己决定 但是我要告诉你 车店是我的主流 4月12到15 台北国际车用电子站 这ADAS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一定是重点 一定是重点 很多的展示 很多的汽车电子 焦点都在这边 当时我跟大家分享了 那么多的资料 车店 part 1 part 2 part 3 part 4 对不对 地宝 也在这里面 那时候这边分享 我跟大家分享很多资料 帮忙碰就上去了 不是很轻松吗 全新 这我们会员买的股票 6205 83块半包 83块9 我买进了 涨到98块多 你要追它上面吗 全新的股价 我觉得好可怜喔 你买它上面怎么办 你是不是买这里 还是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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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买在这里 很多人买在这里啦 觉得回答 哇测试仅限没有破 买进去 这里买 棒 破底啊 所以呢 一样好的股票 就算交给你 你要懂得 懂得买在底档 我是买83块半包 我抢个短 我是短线会员 抢个短吧 要懂得买 要懂得卖 然后呢 我也跟大家分享这个嘛 车店 雷达感射器6285的奇迹 来 昨天涨停了 昨天涨停版 我没有让你追喔 台办 我们会员过去买了 3月6号涨停了 3月7号继续大涨 后来呢 经过整理3月22号 又亮灯涨停 不是就很简单操作吗 底部买 急拉上去 我们就给它了嘛 这些都是车店 我也跟大家讲 IGBT要炸缺货 对吧 特斯拉也要以这个为主啊 那它是属于公立半导体 公立半导体分很多啊 公立机体电路 这个就是所谓的电源管理IC 那这里主要 另外一块的公立分离元件 包括了二极体 包括电晶体 杂流体 就是大家所说的MOSFET 或者是IGBT MOSFET是什么 不知道对不对 金属氧化物 半导体厂销电晶体 因为中文有没有构厂 我有没有字卡可以看 我很多东西都寄在脑筋里 当然呢 他到底大家 我这边可不可以讲更深入一点 时间有限嘛 来听过我演讲的人啊 都知道我在讲一个产业的时候 我怎么去分析它的 怎样让你浅显一懂 然后呢就上手你就懂了 你说航运股 硕化股 钢天一堆原物料出去 我说我在前线百分法 交了多少观众 甚至很多分析师都跟着我学的 以前还有很多的货货人 跟散壮的傻傻分不清楚的 哪BDI指数去看长龙阳明万海 你傻了喔 对啊 很多人经过我的教育之后都会了 IGBT 有没有 功率半导体很重要耶 用图报变平整流变压嘛 功率放大功率控制嘛 它重不重要 当然很重要 有节能的效果 一台电动车的比重 IGBT可能占7到10%很高啊 所以呢 建神跟大家分享这种 车跌的指标股Part 4 台半 顺德 借铃 很多嘛 之前最近都涨上去了嘛 顺德拉上去我们就获利了结啦 还一度见到涨停 你拿到资料以后就是这样啊 我说过啦 台半上去了 台半上去了 台半本益比20倍 台半第二本益比15倍 它的股价手稳上升趋势线 这档股票很低估啊 车用半导理里面呢 未来IGBT里面它扮演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非常想讲三变 因为真的很重要 还有这一档 AI股 第二季还是焦点 今天一整年都还是焦点 这张股票本益比很低 还有机会涨40到50%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拥有它 还有很多的资料 Lite扫一下 还有我们的YT一定要 不然你看不到建成 今天这个节目呢 建成最后一次跟大家报告 以后呢都在盘后的YT 有详细的盘后分析 当然最重要的Lite扫一下 跟我们同仁来做一个恰询 也欢迎大家跟上我们步伐 加入我们行列 今天跟大家报告这边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另次负投资风险